原民转型正义改革需辅实 高喊口号 原民团体二号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批评总统蔡英文 道歉满了两周年 却会落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 尽管总统府设立了 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但在重大的原住民族议题 却从未和原转会进行讨论 很多事情都是行政部门 先定了调以后再来说服 让这个原转会作为背书 在亚尼这个被允许说 再开花20年这个状况 是完全没有跟原转会 有个对话的机会 重大的原住民传统领域的 发射办法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原团也提到原转会目前 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源 因此提出改革诉求 意识及组织主导权回归原转会自主 涉及原转重大政策 回归原转会决策性对谈 强化原转会纵横向自主连结 摆脱行政介入干涉 同时转型正义组织需要法制化 我们转型正义这个组织的工作要法制化 尤其是以我们盘主的这个转型正义工作来看 只要牵扯到这个重大的议题的决定跟决策 都应该要广泛的从下而上的表达 我们部落跟民主意见 应该是要邀请所谓的部落会议跟民主议会来做参与 原团强调社会高度关注的雅尼矿权展现 传统领域划设排除私有地等议题 都是行政部门先决策 违背当初政府要维护原著民族主体性的宣誓 强调原著民族转型正义 必须摆脱行政干预 原著新闻那么大陆立法院采访报导